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手部粘面 蓬松渲软又香甜的红糖大发糕 首先我们在大碗里面准备100克红糖 然后在红糖里面加入300毫升的开水 用筷子把红糖搅拌至完全融化后 放一旁备用 接着我们在小碗里面打入两颗鸡蛋 然后用筷子把它们充分搅散后 放一旁备用 然后在另外一个干净的大碗中 准备500克面粉 再加入5克酱母粉 用筷子先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然后加入一把我们提前切好的红枣碎 再把我们搅散的鸡蛋液也加进来 烘糖水晾至温热后也加入到面粉里面 然后用筷子把它们一直搅拌成 像这样比较粘稠的面糊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在模具底部铺上一层硅油脂肪粘 然后把我们调好的面糊倒入模具里面 再用铲子把它们轻轻的摊平 然后盖上盖子 醒发40分钟左右 面糊醒好后 我们把它放入到蒸体内 冷水上锅 开锅后大火蒸35分钟 再焖5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出的红糖发糕非常的松软香甜 还有一股浓浓的红枣香味 全程手不用粘面 做法比面包简单还好吃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 要不gies 来